大家好,今天的主题呢是Sephora战利品的开箱 那我第一个订单呢在18号就应该到 现在还没有,所以那个订单会再拍一次 那我今天到Sephora店里本来只想买一两样 就是我后来又长草的东西 但是就没控制好,就又买了这么一大包 能上脸呢就都给你们试色家上脸看一下 那到周末和下周还会继续有活动 所以就给你们一个参考 首先第一个我强烈推荐就是我今天的 这个口红,它其实是一个唇笔 它是这个牌子的,然后色号呢在这里 它一头是这种唇膏笔,然后另一头是这个唇刷 就你可以用来晕染 非常好看的这种枫叶色 就和我这样的衣服都很搭 就显得人非常白嘛 它涂出来是雾面的,但是不像比如KVD那种那么干 然后涂出来的颜色非常好看 你用那个唇刷再晕染一下 还可以做那种咬唇妆 那我今天涂的就是比较厚嘛 因为怕镜头前你们看的不是特别明显 生活中你可以薄薄涂一点,然后把它晕开 然后你戴的包里补妆也很方便 所以非常推荐这个颜色 昨天我看SFRA网上这个颜色已经断货了 然后不知道它会不会后续补货 然后给你们一个参考吧 真的很好看 接下来这袋东西呢大概是不到400刀吧 护肤品呢就快点过一下 就是如果好用或者不好用 我都会放在两个月一次的安娜阿姨护肤红黑榜中跟大家介绍 所以今天就是看个新鲜 先看一个这个 那第一个买就是这个蓝蔻的眼唇卸妆液 这个是你们推荐给我的说很好用 然后我就趁打折先 在外面能买到的牌子 在SFRA这个85折下真的没什么优势 所以我买都是外面很难买就买不到的牌子 先看这第一个 这个我收到SFRA的小样 它是一个补水的精华 就是非常轻薄那种款 里面长这样 然后上面拼嘴 还有一个盖子 看一下 哦 掉下来了 就是非常水润的那种感觉 有点清新的就是植物的那种香味 非常淡 就几乎没什么味道 那个小样我涂起来觉得水水的 觉得应该挺好用的 就是加到护肤的一个步骤 也不会很负担嘛 但是让肌肤喝饱水 所以就买了这个 第二个护肤品呢 买了Drunk Elephant的最像 他们家的这个Marula的这个油 很好看的包装 超可爱的 我觉得它家护肤品真的很好看 然后里面长这个样子 我这个是15毫升的 它还有一个30毫升 因为我没用过嘛 就先买一个小的试一下 然后它就这种低管设计的 然后里面就是没什么颜色的这种油 然后几乎也是没什么味道 就是算是比较轻薄吧 我最近喜欢上妆前用一些面油 或者把它加到粉底液 这样粉底液就比较好推 出来妆向呢 皮肤也就看着比较有光泽 就是显得年轻一些嘛 现在我在用Cicely的黑玫瑰面油 所以就是想尝试一些其他的面油 所以就买了一瓶这一个 说到这里想给你们澄清一下 我之前有一个爱用品的里面 介绍Drunk Elephant家 那个日间的维C精华 当时那个挤出来 我说它是染色变成那样的 其实我记错了 就刚开始买的时候 它颜色没有那么深 慢慢的就氧化了 然后有人说把它放到冰箱里 是不是会氧化的慢一些 后来我给Drunk Elephant 他们那客服写信 他告诉我其实并不会 就还是要避光干燥的冷的地方 保存 所以我那瓶已经氧化了 其实氧化的功效就很难讲了 其实我那瓶精华开封没有多久 大概是两个月吧 所以真的要尽快用完 而且Drunk Elephant的客服人员 告诉我说 他们家维C精华 如果买了之后 就是那种琥珀色的话 就说明已经氧化了 它可以无理由的 就给你换新的 所以就告诉你们一下 也澄清一下 大家不要被我误导 买了的时候 不应该是那种颜色 应该是淡淡的那种黄色 今天买了一个面膜 就是什么西瓜面膜 它好像是新品吧 买它原因就是设计 就是颜值 你看里面是西瓜的样子 超级可爱 它里面有一个这样挖勺 这个没得很看 最神奇给你们看 我经常因为颜值买护肤品 你们看呢 是不是太可爱了 它是一个纯玻璃 然后粉粉的盖子 里面特别稀的 就是像豆腐一样的 像豆腐凝胶状 特别可爱 香香的西瓜冰淇淋的味道 完全被这个颜值打败了 它说是细面膜 但是我就打算比如说夏天的时候 把它放冰箱里 然后就敷脸 就是冰冰凉凉的那种 就很适合春夏的这种面膜 好那接下来就几个彩妆 然后第一个彩妆就是 It Cosmetics Bye Bye Breakout 我在想这个是不是遮豆印 的是一个遮瑕膏嘛 其实我很少长豆 我也没有什么豆印 那我为什么买它呢 就是因为之前这个 Bye Bye Under Eye的这款遮瑕膏 不是非常有名吗 我买了 可是我很不喜欢 它遮瑕力其实很好 但问题就是 它很难挤出来 它好硬啊 特别是天气稍微冷一点的时候 就更硬了 现在还好一些 我就觉得就是又黏 然后又难推 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 但他们家那遮瑕产品 CC霜不是很有名吗 那我就不死心 然后我就又买了这一款 而且在店里试的时候 我觉得它颜色还挺好的 然后包装也很可爱 像以前我们看病医生 给注射的那种小药瓶 然后把它打开 我这个颜色是Fair 就是最浅的一个色号 给你们试一下 它其实挺白的 但这款的质地就是要水润很多 同时又有一个Full Courage 所以我就想把它用来遮眼下 那个黑眼圈啊 然后用来提亮 所以买了一个最浅的这个色号 就是Hourglass新出的这个高光棒 之前我在网上为什么没有下单呢 因为没有试颜色 最后还是选了一个最浅的色号 Gold Flash 它好像还有一个什么 闪屁香槟色 但我觉得那个适合于就是 不用那么白的这个皮肤 然后它里面就长这样 跟他们家那个粉底条特别像啊 就是它拧的时候 这个三角和底下的座是可以悬的 我觉得就是还挺有美感的 你看看见了吗 那我涂到脸上给你们看一下啊 我今天其实有打了一点高光的 然后就这样一道 属于光泽非常强的那种了 我觉得是我们日常生活妆中 能hold得住的那个上限 就如果你再强的话就hold不住了 把它拧开 拍着还是非常细腻的 就是拍开之后呢 不是很显毛孔和肌肤的那个纹理 然后看着也还比较自然 但是呢就是光泽也够 还是挺喜欢这一款产品的 今年好像就必须买这个了 NARS的这个限量的什么眼影盘啊 腮红盘 NARS那个WANTED的眼影盘呢 我觉得有一个代替品就是这个 NARS他们的这个16色盘 然后你看它也是红红的 踪踪的 然后也有很多亮片 就我觉得好像就不太想买那一盘了 我觉得腮红盘大家最纠结的 就是到底买哪个颜色 我买的是2号 就是那个深一点颜色的 那个浅一点颜色适合 就是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腮红 想要一个很多腮红在一起 又比较日常自然的那个腮红 而且它左上角那个高光那个颜色很美 那对于我这个有很多腮红的人呢 我就要追求特别一点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盘 想看这个腮红的刷色呢 我相信很多博主就都发了 其他的日常的腮红 可以做一个搭配和区分 最喜欢就是这个颜色 它非常好看 它是这样的 然后涂到脸上 已经涂腮红了 就涂的是NARS的Orgism 因为这种毛很松散的这样的刷子 因为NARS的腮红非常上色 今天挺好 近一点能看出效果吗 这边是没有 这边是有 那右边脸呢 给大家再试一下这个盘里面 更深一点的这个颜色 非常上色 真的是要超级手清的这种 而且NARS的腮红 我以前用过嘛 就是非常非常持久 就是大家用的时候 一定要清手 否则就会变成我这种 就这边明显是深了 而且打得也往下了 打得非常深啊 就是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颜色 就是你要真正打的时候 就可以点一点 然后再拿另外一把刷子 把它晕开 就是淡淡的 否则就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好屁股 那接下来是两颗眼影 Thrupe Beauty的 他们家的眼影我就一直很推嘛 这个时间我觉得最好买 因为他们家眼影只在 Barnies和Sephora有卖 那Barnies也不打折 所以Sephora这个打折的时候 你可以买 今天买了两个size的 这个就是小颗的 就是可以放到我那个大盒盘里的 我买这颜色也是常年断货王啊 kind of chocolate 有点类似于Tom Ford的 有一款眼影高的那个颜色 你们看啊 它的粉非常的懦软 我只轻轻占了一点点 看到吗 有点金钟金钟那种巧克力色 还带有一些光泽 就是很好看 把它放到眼角呢 就是可以和任何的妆容来配 你们看一下 基本就是用手指也可以 很好看 很好晕 就你随便点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颜色很好看 不愧是断货王啊 另外一颗就厉害了 你们看 是这样的 然后把它打开 是这种一个小方方的盒子 然后名字是这个 全开的 有杏色的这种珠光色 然后我这个眼睛的前面呢 其实就在店里试的时候 点了一点 现在再给你们在手上试一下颜色啊 非常懦软 眼影的品质简直是无敌了 看到了吗 它就不会过分的显色那么金属 但是涂到眼睛上非常漂亮 看 就是那种 会显得人皮肤很白 很适合我们东方人肤色那种 性橘色 很好看 你看 后面就是加了刚才那个巧克力 然后前面是这个 中的还买了一个 Smashbox今年新出的 就是它有金属光泽的 这样一款唇蜜 颜色橘橘金金的 色号呢是这一个 我把今天产品信息都打在下面吧 是不是很美很好看 又金又橘又红 我说不清 今年就是最流行那种 Metalic那种妆效 可以单擦 然后也可以叠加嘛 所以就今天给你们 要不就叠加在我这个嘴上 你们看 在中间叠加一点点 不用全都叠加 然后 这两个颜色其实 非常和谐了 叠在一起 它是所谓这种 亚光的金属光泽 就是今天比较流行的 它不是那种就水水的 就是整体还是亚光 这种亚光的东西 就是比较显唇纹 不过本来我的唇 就是非常干的 颜色就是还挺好看 比较适合我们东方人 就比较显白 好那今天买的最后一件产品 是一个唇部的 就是Armani这个细管的200号 其实这个200号 我在店里试了 跟我现在嘴上的 就是一个概念的 就是这种枫叶感 200号和我嘴上 今天买那个非常像了 但它要更深 更棕一些 这Armani红管的 这个品质也没得说 非常丝滑 非常好看 今天去店里 还收到一个礼物 可能是一把刷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刷子 一个小小的刷子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 旅行的时候打这个 Countour 它袋子空了 然后今天买的这些东西呢 就给你们看完了 18号我的包裹来了呢 我会再拍一次 然后把那个开箱给你们看 那个里面包括一些 什么粉底液 可以上脸一下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看得开心 给你们Sephora的这个购物呢 有一些参考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